之前是讲到那个股票的那一题 就是名称定义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 这里面的话有关查询时数这个练习题 那一样请各位开启 那个范例档里面的那个 计算年龄与VILIOS查询时数这一题 打开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它的题目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请你计算它的年龄 年龄还记得吧 那我如果希望呢 它的年龄这边出现是几岁哦 那有印象吗 我们前面不是用到一个函数 专门计算年龄的 有没有 日期时间啊 叫Dedif有没有印象 OK那你把年龄计算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你再切到这个年龄第一题啦 那第二题的话呢 就是切到哪里呢 切到开课的区别 那主要这一题的重点 是在这个开课区别的这一部分 那我需要什么呢 这边呢有一个什么呢 颁别代号 那它的开课日期是这一天 请问它的结束日期是哪一天 那结束日期是根据什么呢 这有交过了 这一题有讲过了是不是 都有记录的第五次 第六次第六次 第三次的话 我们其他次的话 底下有没有 第三次第四次这边有 所以其实应该是没有讲到才对啦 OK 你怎么 你的逻辑是这样啦 就是它的斑别 因为我不知道说它结束哪一天 所以其实我可以根据斑别 那斑别是4104 对不对 你可以在隔壁这一个 它的斑别就这一个 那实际上这边会出现它的时数 那这个时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每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呢 上三个学分的课 意思就是说呢 它总共有30个小时 每一周上三小时 那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它30除以3的话 基本上等于多少 等于10周 意思就是 我结束的周次是在10周之后 那一周的话有7天啦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地方当然 如果以 图法炼钢的方式来做的话 当然你就是什么 这边30除以3的话 当然就是10周 10周的话呢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如果 以前图法炼钢是30 其实你可以 图法炼钢是这个日期 除以3 除以3之后的话呢 它就是10周 乘以7 Enter的话 你会发现 这地方它就是70 70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70天之后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一天的70天之后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是第一周了 所以第一周的话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再把这个除完之后 要把第一周给扣掉 不然的话会多一周 所以怎么样呢 先除完之后 先除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减掉 一周 除完之后再减掉 记得 这外面一定要给它一个刮糊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打勾之后 其实就是63天之后 那63天之后的话 我要怎么刚好计算出 刚刚好 它结束日期 那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日期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按右键 你把它除车格改一下 它里面背后其实就是 跟什么呢 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 所以你通用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 结束日期算出来的话 其实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加上63天之后 打个勾 日期就算出来 但是问题来了 你不可能说每一次 你就是再查一下 104 然后再把这边再做一遍 做一遍之后在这边 那你不就每一个每一个 都要再做 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你只要在这边 做一个公式 向下填满这件事情 就搞定了 OK 所以这一题的重点 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逻辑吧 请各位稍微想想看 当然关键点 就是需要用到 这个V-RU函数 V-RU函数我讲过 OK 有没有 这个东西去哪边查 去开课班别里面查 查完之后 要把什么东西查回来 要把这个表里面的 时数查回来 你再去做后续计算 你就可以把答案做出来 所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 所以两个问题 一 请你计算年龄 二 请你把结束日期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部分呢 其实最后就是 我希望能够把这边做出来 一键完成就对了 不过一键完成之前 这边其实只是把公式套进去而已 那怎么样把那个公式套进 第一个当然我们 先怎么样 把这个C04在这边找出来 所以关键就是 如何先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先用什么呢 这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最下面这个V-RU函数 OK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周没上课了 不要都忘记了 那查什么呢 Look at values 你要查的是班级代号 Table指的是去哪个这个表格里面 Table这个表格里面的范围去找 那其实就是在开个班别里面 帮我找从A2一直抓 找到C15这个范围里面 那特别注意 V-RU函数呢 它只会去帮你查的是第一栏 第一栏里面呢 有没有C04这个东西啊 找到了 找到之后 然后他会问你第三个问题 请问我帮你找到之后呢 你要帮你把第几栏的资料 带回去到刚刚那个储存格啊 那这边当然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所以我要把课程时数带过来 所以这边输入3 那Range如果没有 如果你输入0的话 是只会找完全一样的 输入1的话呢 是找接近的 意思说如果没有C04 他会找C05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边输入 范围给他 再来就是我要第三栏 那我要比对的方式完全一样 输入0就可以了 他会帮我把30带回来 OK 那我就知道说呢 诶 他是30 不过你会发现呢 奇怪他这边怎么结束日期啊 他突然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这个日期 其实主要当然啊 他因为格式的关系 他预设已经是把日期格式带过来 所以其实是背后其实是30 那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还没做完 我们第一个先做完之后的话 记得再处理多少 一周有几个小时 假设三学分的课 一周三个小时 对所以打勾 打勾的话 应该就剩下 10 10个 等于是10周 但是我不是要10周 我要什么 我要的是 减掉一周 因为把第一周减掉 记得 因为你要减 先把它怎么样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个瓜葫 先把第一周减掉 为什么 因为第一周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你再把它乘以7 为什么要乘以7呢 因为一周有7天嘛 OK 那打个勾 这边应该就是按右键 这边储存格式的话 其实它就是什么 就是63 所以里面其实 当然你把它改回63 可是这个63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什么 把这一天日期 再加63天 就是我们要的节日期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把它复原一下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前面再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开课日期 再加上 后面就63 意思就是说 开课日期的63天之后 是哪一天 打个勾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就是9月10号 那底下的部分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自动填满 点两下或者 向下拖拉 但是你向下拖拉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开课班别 刚刚选的时候 这个范围是要把它固定 所以记得 把A2到C15 按一个F4 把它锁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下向下填满 理论上当然 其实比较标准的 应该是 只要锁列 2列跟15列就可以了 不过我想 两个不一样 我把第二列跟第15列锁起来 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那当然 其他的开课日期 一下子全部做完了 你会发现 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结束 OK 所以大概 如果是 10周的课程 大概就是上个 等于两个月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 那当然 这是第一个 这个开课 那年龄部分的话 我刚刚没提到 年龄部分的话 还记得吧 等于 Date DF 那DateF这个函数呢 前面 我们没有 我有讲过 这应该有讲过吧 DateF 有吗 下午课有讲 那这个DateF 为什么要用自己打 因为主要是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它不会出现 因为在 它应该是隶属在 那个日期时间 可是这个函数DateF 因为有专利问题 它没有帮你把它加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 待会你们在计算年龄的时候 第二个 等于 Date DF 前刮符 这个要自己打 OK DateF 治标拼错 Date加DF 那你告诉他几个讯息 第一个是他的生日 比较前面日期 逗点 跟什么比呢 跟今天比 今天的话呢 是 Today 你就把Today打一下 小刮符 逗点 然后呢 比什么呢 比年的部分 比年的部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把它打勾一下 OK 那年龄就算出来了 1968年49岁 应该没错 把它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如果希望说年龄部分是几岁 出现几岁 刚刚是只有49 不过如果今天后面要加上几岁的话 原来是这样嘛 那你要变成几岁 当然方法很多啦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1把这个范围整个选起来 所以游标放在C2 Ctrl-Ship向下 整个把它选起来 或者你当然向下拉 不过建议是用Ctrl-Ship向下 然后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这边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制定一下 那它如果里面是数字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0来代替 0的话表示里面的数字的意思 那税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再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字串 所以两个双引号 然后这边后面加一个税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如果希望这个数字 后面加一个税的话 你只要在这边补一个税 这样OK了 那另外呢 我要特别注意 像那个我们公司或VBA里面要用串接符号 这边不需要 像我们一般是要串接 不过这边你不要没事加一个M的符号 不用 这边的话呢 当然又跟那个VBA或Excel里面不一样 所以加一个 关键就0 税 按确定就可以 那你会发现 只要你有选取的范围 它就会自动把它显示成几岁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是有关年龄部分 然后开课斑别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 第一个 第二个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呢 我们不免俗啦 最后我是希望怎么样 也是一样可以把这边变成两个按键 用VBA直接做完 OK 那还记得吧 按下它自动完成 那里面的话呢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个部分VBA跟之前做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程式当然没有几行啊 你可以第一个先写那个4回圈 4I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前面也想写过蛮多 输出到它的低栏 所以Sales I列的低栏等于什么 等于刚刚的公式 所以你就把公式复制之后 贴到那个我们的双引号里面 那注意两件事啦 就是第一个 如果呢 它里面 假如说有什么 有双引号 有双引号 有吗 没有 如果没有就不用 如果有双引号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列号 列号你要观察一下 哪个地方列号会改变 列号会改变就这个 跟这个 OK 所以 把这个 跟这个 这两个怎么样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这两个改成I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像没有 就这两个 所以基本上的话 E 就我刚刚讲的 因为之前有写过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 也许呢 我就插入一个模组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叫做结束日期好了 那forI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输出结果到 它的低栏 等于什么呢 其实后面这一串 就是先打两个双引号 其实这个做完 其实就清除 你就复制改成清除 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就把这个公式 复制之后取消 切到这个后面 来把它贴上 这个我想我们做了蛮多次了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2 跟这个2改成I 记得吧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OK 然后把and前后 再加空白 那这个2一样 所以你就把这边 复制一下 把这个贴到这个2的上方 OK 程序写完了 应该有一项 前面都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再做两个按钮给它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看 清除OK 输出OK 然后再做两个按钮 清除结束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那请各位试着把 这一题先试试看看好了 所以重点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DATIF 第三个呢 就是两个按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一题的重点 有三个部分 结束日期 的那个公式 第二个是 那个学员基本资料里面的 那个 这个年龄部分 那再来就是VBA 三个部分 那也许这边 可以再延伸的部分 就是 是不是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 保护的部分 保护隐藏 我们前面有做过嘛 有没有 把那个结束日期 假如说不能让它串改的话 也许这个地方呢 可以再什么 把它保护起来 不让人家串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